一名男子躺在救護車上 已經奄奄一襲 一旁的警察人員手忙腳亂 連急救程序都聽不懂 完全不知道 該拿什麼工具來搶救人民 動作真的太慢了 隨車的急救人員 急到一旁拿出AED交給他 但更離譜的是LMA緊急給氧氣 竟然被他給裝返 病人根本吸不到氧氣 整段過程被一旁的家屬 用手機給記錄了下來 證明離譜的賴性警消 擁有中級救護執照 並任職於宜蘭三星消防隊 但做事完全在狀況外 常常接到民眾投訴 連基礎的急救知識都不懂 到底拿什麼出來救人 但是離譜的行徑 還不止這一樁 證明賴性警消 之前還將捕獲的眼鏡蛇 就在消防隊裡當場殺起蛇來 原來他誇張的行徑 連主管機關也知道 本局賴性隊員被民眾投訴 有關違反動物保護法 以及救護相關的部分 本局感覺到非常的遺憾 根據了解證明賴性警消 最近已經外調到外縣市 雖然消防局已經介入調查 但是他誇張的行徑 卻早已引來外界爭議 記者林醫生李維哲宜蘭 採訪報導